我们欢迎您和您的家人来到肃理纪念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科 我们专门为生病的或者23周以上的早产儿提供护理服务 我们新生儿重症监护科位于沿着花园走廊的重症监护楼二楼 我们科实施全天候保安系统 您需要按铃呼叫前台人员以出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科 我们新生儿重症监护科全天候开放 以方便您探访和照顾您的宝宝 您将获得一个小册子 上面有新生儿重症监护科的联络信息 这样您在任何时候都能联络到我们 您到达后您及您的探视者 在进入之前都会被要求洗手至肘部长达30秒 然后一位护士将进行一系列的健康检查提问 以确保所有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科的探视者都未生病 这是为了保证您的宝宝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科期间的健康和减少传播感染的几率 我们新生儿重症监护科设有48间配有最先进设备的单人病房 每个病房都可同时容纳双胞胎宝宝们 在科内我们设有一个提供微波炉和冰箱的舒服的家庭房 给家庭成员休息和集合 我们同时有专门的儿科药房 特别为我们新生儿重症监护科的宝宝提供药品 我们支持和鼓励您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科 扮演您想要做的最积极的一个角色 我们支持以家庭为中心的医疗护理 并鼓励家长在照顾自己的宝宝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们坚信给我们的病人们提供最好的护理 同时尊重家庭成员的需要、价值观和参与 整个科室都备有领域和预示 以供家庭成员在医院期间提升以及补充能量 每个房间都是为了宝宝的成长和舒适而设计 其中包括一个高科技的保温箱 给宝宝保持温暖 房顶铺有隔音瓷砖以缓冲噪音 保持房间黑暗的夜灯和帮助宝宝准备好回家的可调控日夜灯循环 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科期间 您的宝宝将会与几个仪器连接在一起 以便监控他们的心律、呼吸以及进行养合检测 您的宝宝可能会连着插管或其他仪器 以便在这期间对他们有所帮助 您宝宝的护士会很乐意讲解这些仪器 并回答您的任何问题或疑虑 邻近新生儿重症监护科是Ronald McDonnell House 这个地方是由这个卓越的慈善组织 自己的专门员工和义工进行的 这个空间包括一个设备齐全的白天大厅 供家庭成员集合、放松、看电视和用餐 同时还和儿科共享四个套房 以共有特别需要的家庭 可以待在一个儒家的环境里 去RM家庭空间的入口 位于新生儿重症监护科外和花园走廊旁 生宝宝是您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之一 而需要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科 可能不是您预见到的事情 我们专业的团队在这里支持您和您的宝宝 在这条路上的每一步 这里包括我们的新生儿专科医生、临床护士、呼吸治疗师、药剂师、理疗师、职业治疗师、社工、喂奶专家、营养师和其他健康专家 喂奶专家在您逗留期间将全程帮助和支持您母乳喂养 我们提供教育课程以及支持帮助家长如何护理他们的新生儿 并且我们会支持帮助您准备好回家的路程 在素理纪念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科 我们是一个给新生儿提供完美护理的中心 我们是卑诗省内可收治需要最高监护水平的机构之一 我们同时也是卑诗大学医学院的教育机构之一 感谢您观看这个虚拟导览视频 希望您家人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科 有一个全面支持的愉快的经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